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学到老 学到老 学到老也活到老 好 我们马上就来请出我们的Zensen用药剂师来跟我们谈谈 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强化免疫系统 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期间 特别特别的重要 马上请出Zensen老师 有请 好 小薇早上好 各位老爸老妈们 大家早上好 好久不见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课题是有关我们的免疫系统 相信经过了这几年的COVID 新冠肺炎过后 大家对免疫系统这个课题都有一定的认识和一定的兴趣 来今天我们跟大家来一起学习有关这个怎样强化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 基本上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几个课题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什么是 先跟大家了解一下什么是免疫力 我们的免疫力 接下来就是如果一个人免疫力下降的时候 低的时候是会有什么迹象 然后有什么东西我们是要注意的 因为有些东西很多我们生活上的东西 会都有可能 生活上的习惯都有可能损害我们的免疫系统 然后我们又要怎样去改善这样子的情况呢 OK 然后接下来大家很多人都会去吃一些辅助品 一些食物 有什么注意 尤其是这个期间非常注意饮食啊 一些健康上的食物来帮助提升我们的免疫系统 接下来我都会跟大家意义的分享 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免疫力 经常有人都会听到我们要增加我们的免疫系统 我们的免疫力 我们的抵抗力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说法 来对抗这个好像这个新冠肺炎这个疫情之类 像什么是免疫力呢 OK 简单来说免疫力就好像这个图画这样子 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防盗 不是防盗 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防御系统 就是防御外来者的侵害 什么是外来者呢 就是一些细菌啊 一些病毒啊 一些东西啊 会令到我们生病的 不一定是细菌 不一定是病毒 一些任何的东西 基本上是任何的东西 会令到我们的身体 生病的啊 来 来 都可以啊 通过这个免疫力来防御它啊 这一个整套的系统啊 这种防御的整个系统就叫做免疫力啊 基本上我们的免疫力啊 基本上可以分为几类啊 简单来说可以分为几类的防御啊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到右边的图画 第一个就是我们最外围的防御 最基本的防御 什么是最外围的防御啊 就是我们对这个环境第一个接触到的 我们身体对这个环境第一个接触到的器官 包括了眼睛啊 我们的皮肤啊 我们的壁纸啊 这样子呼吸道啊 这些 第一个跟环境接触的这一个器官 都是有防御的能力的 就好像说我们的呼吸道 OK 就来做什么的来呼吸空气嘛 空气里面可能有一些病毒啊之类 但是我们复习道里面有好像壁纸 有一些那个壁纸的那个绒毛 OK 好像我们的肺部也有一些绒毛 OK 它可以帮助我们filter 帮助我们塞那个就是塞选 OK 塞掉那些病毒之类的 如果身体健康的话 OK 所以它可以正常的运作来塞掉那些病毒啊 或者细菌之类 这个就是所谓的第一层的防御 OK 但是有很多时候 因为身体这些器官的不够不够不够这个抵抗力不够好啊 不够健康的话 这样子这个第一层的塞防御它就会失效 然后病毒啊或者是细菌就有有办法进入身体里面的血液啊 再生一层啊 这样子 这样子当它成功的进入过后 OK 我们身体里面也有其他的防御 就是在我们学院里面的一些防御细胞 OK 它可以去吃掉 它可以去溶解掉这些病毒和细菌 OK 而且它我们身体里面还可以产生一些抵抗力 一颗antibody OK 所以来就是我们的抗体 就是一些可以帮助我们去令到那个细菌或者是病毒 去把它清掉或者是令到那个病毒没有这么大的杀伤力 就是那个抗体可以有这样子的功能 我们身体里面会出现一些抗体 来去帮忙我们OK 去处理掉这些病毒或者是细菌 OK 基本上我们身体的防御 简单来说是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构造 当然整个免疫系统是非常的复杂的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说法 来 刚一个人 OK 这些刚才我所说的那些功能下降的时候 就是我们第一道的防线 OK 就是你的皮肤脆弱了 没有办法预防一些细菌的进入 OK 他可以通过你的皮肤进入身体过后 这样子 或者通过你的呼吸道 或通过其他的管道进入身体过后 OK 所以经常有这样子的 经常这样子的话 OK 我们身体当然是会吃不消 他会出现一些症状来警惕我们 OK 会有什么症状呢 简单来说 非常就是大家可能都会知道的 OK 就是经常会感冒啊 咳嗽啊 OK 这个是最正常的 OK 所以如果一个人经常有上风感冒咳嗽 OK 所以就要就是很多人都会说 你的免疫力不好咯 OK 也有这样子的可能 但是不是说一个人每次感冒 就是一定免疫力不好 OK 有这样子的可能 OK 再来 OK 尤其是病毒感染 OK 我们会有一些腹泻啊 OK 腹脏啊 这样子的问题 OK 如果有这种 经常有肠胃系统不好的人 也是要注意也是有可能是免疫力不好 疲劳 OK 也是其中一个symptom来的 OK 但是也不一定了 因为疲劳是很比较笼统的 很多人都会很容易疲劳 所以 伤口愈合很慢 OK 可能是糖尿病 也有可能是免疫系统下降的征兆 OK 所以 经常会有一些感染 尿道感染啊 症菌感染啊之类 OK 也是一些免疫系统弱的一些征兆 这几样东西 OK 都是可能很多人 OK 都会有这样子的可能 OK 这样子的征兆 所以就要去注意一下是否自己的免疫系统出现的问题 出现的就是会弱 OK 所以这个是要去注意的 当什么东西 OK 当我们免疫系统弱的时候 什么东西会造成呢 什么东西会令到我们的免疫系统弱 或者更加弱呢 OK 一些我们生活上的一些东西 生活上的习惯就可以造成我们的免疫系统下降 OK 很多时候都是生活上的一些习惯 OK 第一 抽烟 还有一些有喝酒习惯的 OK 接下来缺少运动 脱水 饮食不均衡 OK 睡眠不足 还有压力和焦虑 这些都是有关系到生活上的一些习惯 它都会造成我们免疫系统的下降 OK So 从这里 我要跟大家分享几个重要的一些生活习惯 就是我们可能大部分人都会常有这样子的习惯的 OK 包括了压力和焦虑 不健康的饮食和睡眠不足 这三个今天我是会跟大家比较仔细一点的去分享 其他的类就是可能大家都知道了 OK 什么抽烟啊 一定是对身体不好 酒精啊之类 这两个东西 这个东西我就没有跟大家分享 来 OK 除了刚才我所说的一些生活上的东西 OK 会令到我们的免疫系统下降 OK 当然 OK 反之 OK 如果我们把它去改善 OK 改善我们的饮食啊 改善我们的睡眠啊 补充水分啊 OK 减少压力啊 OK 都会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免疫系统 除此之外 OK 这里 我也是会跟大家详细的分享 那个糖分 限制糖分的摄取 也是会有对我们的免疫系统 下降有好有帮助的 OK 所以说不只是 糖尿病的人 需要减少糖分 OK 没有糖尿病的人 OK 就是 没有糖尿病的问题的人 尽量也少摄取糖分 OK 不是说不摄取 就是要均衡的摄取 来 我们看一下 刚才我所说的 第一个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睡眠 OK 休息 睡眠和休息的品质是非常的重要 有一个好的睡眠的品质 它会令到我们的免疫力增加 为什么呢 OK 很多时候 可能大家都有这样子的经验 当我们生病的时候 我们自然的 我们身体里面 我们身体就会很 很自然的会感觉到累 这是我们身体的一些 给我们的一个警惕 OK 也是帮助我们 叫我们要去休息 OK 当我们 很多时候 可能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 睡觉过后 睡了一个 一个晚上过后 我们生病就 比较好了一点 慢慢的 就 很快的 就复原了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 当我们睡 睡得足够的时候 当我们休息得足够的时候 我们身体里面 自然的 会比在我们睡觉的时候 OK 尤其是一个 有质量 有品质的睡眠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 增加很多 抗体 OK 尤其一些抗体来 就是针对 一些我们身体里面的 一些感染 之类的 抗体 它可以帮助我们 在睡眠的 在我们睡眠的时候 它会增加 比较多的抗体 如果 那个睡眠足够 那个睡眠又 高品质的时候 还有一些 发炎的细胞 眼镜细胞 就是当我们 睡觉的时候 我们的一些 发炎的 那个 情况 会慢慢的 减少 OK 就是说 我们身体里面 没有这么 容易的 发炎 因为如果 过度的发炎 OK 它会 影响到 一些 其他的疾病 当然还有一些 尤其是 什么自然 杀手 细胞 功能 OK 这个对一些 病毒和癌症 都是有 预知的 能力的 OK 所以说 当一个人 免疫力 不好的话 他也是 会 骗 他也是会 对 好像所谓的 癌细胞 造成了一个 很好的 生长的环境 OK 所以 为什么睡眠 简单来说 为什么睡眠 是这么的重要 它可以 帮助我们 提高我们 身体的 免疫力 压力 紧张的情绪 也是 一个 免疫力的 杀手 也是一个 降低 免疫力的 很多的 一个 状况 OK 所以 很多人 OK 我所说的 压力 不只是说 有什么 忧郁症 或者之类 OK 不只是 疾病上的 压力 OK 不只是 神经 疾病上的 压力 OK 包括了 一些生活上的 压力 情绪上的 压力 也是会 对免疫力 造成 一定的 影响 所以 我们要 时时刻刻 放轻松 这样子 我们的 疾病 我们的一些 尤其是一些 跟免疫力 有关的 疾病 它才会 更容易的 复原 包括了 癌症 包括了 一些 好像 有 ezima 那些 ezima 就是那些 失诊 之类的 OK 同伴 狼藏症 就是跟免疫力 有关系的 疾病 当我们 就是很 relaxed的话 它都是会有 帮助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一个人 有压力的时候 有心理上的压力 有情绪 不好的压力 有情绪的 问题 我们身体里面 都是会比较 容易 可以发生 炎症 就是炎症 就是发炎 OK 就是我们身体里面 都会 很多地方 都很容易 出现 发炎 当一个人 发炎的 发炎的意思 不是说 一定是要那种 红肿的发炎 可能是 也是 我们自己 看不到 的发炎 不一定是说 红肿 痛 那种发炎 可能 之前的一些课 我有讲过 发炎的 这个课题 就是 当我们身体里面 有一些 发炎的状况 OK 它都会 制造一个 很好的环境 让不好的 东西 来 产生到 我们身体里面 不只是 细菌 病毒 很喜欢 发炎的身体 来寄生 包括了一些疾病 就好像 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 一些比较 我们 一些三高的病 OK 都很喜欢 发炎的 一个身体状况 来 令到它 更容易的 令到病情 更容易的 严重 这都是 发炎的坏处 所以 我们要控制好 我们要 平衡好 我们的 情绪 尽量 要 relax OK 所以我们的 身体 必要 反糟 这样子 我们身体就没有 这么容易的 发炎 没有这么容易的 有免疫力 加强 令到其他的疾病 的 情态 大家 我所说的 糖分 也是非常的 对身体 不好的 如果 糖分 当然 它有 对身体 好 如果 我们 适量的 适取了糖分 我们身体 也是需要 糖分 来制造 能量 但是 如果 过多 的 摄取的话 它 会对 我们的 免疫力 造成 一定的 影响 就好像 如果 摄取 过多的 糖分 我们会 令到 那个 我们身体 里面的 免疫细胞 叫做 这个 白细胞 white blood cell OK 它会 降低 它的 功能 50% 降低 一半 OK so 这个 white blood cell 它是负责 这个白细胞 它是 负责什么的 它是 对抗 那些 身体里面 那些细菌 病毒 这样子 OK so 如果它 降低了 一半的话 这样子 对病毒 细菌的 感染 也是会 降低的 当我们 适取 过多的 糖分 刚才我所说的 也是会 增加 我们身体 发炎 如果我们 身体 很多 太甜 会令到我们身体里面更容易的发炎 当然 会 过多的糖分会令到我们的肠胃不适 令到我们的肠胃的营养失去 不均衡 营养 吸收 不良 当我们的肠胃出现问题了 过后 OK 它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明明系统 因为肠胃里面 肠壁里面 有很多免疫的细胞 如果是肠道不健康的话 它也是会影响免疫系统 这个在之前的课 也是关系到肠胃的健康 也是有说到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 有什么食物 我这里说食物 OK 是会对免疫系统 令到它更加的强 令到我们的抵抗力 容易的增加呢 OK 很多人说吃维他命C 维他命C是什么东西呢 是哪里哪来的呢 就是这些一些柑橘类的水果 就是橙之类 这个我们就可以去摄取 一些蒜 黄酱 绿茶 为什么 奇异果 然后一些 红灯笼椒 这些东西 杏仁 这些东西 这些食物 当然还有很多 很多 OK 这里我只是去 举一些比较 快和比较容易 去增加我们的 免疫系统的一些食物 都可以去尝试 使用 OK 这些东西 都是很容易在 市面上 拿到的 买到的 OK 基本上那些东西 基本上 他们除了 他们有一定的 他们其实 他们的营养 都是来自于 为什么它会 比较有效 去令到我们的 那个免疫系统 增加呢 因为 他们里面 都有一些 很强的 抗氧化剂 OK 很强的 抗氧化剂 所以这些 抗氧化剂 就是 为什么这么的 重要呢 OK 因为 这些抗氧化剂 除了 它可以增加 我们的抵抗力之外 OK 它还有 可以帮助 这些 我所列出的 东西 基本上 你 这些抗氧化剂 它可以做到 这些 抗发炎 抗肿瘤 抗细胞 抗细菌 然后 抗衰老 基本上 它可以做到 这些东西 的话 其实 就是 我们 变相的 增加了 我们的抵抗力 或者是 我们增加了 我们的抵抗力 过后 也就是说 可以帮助到 刚才我所说的 这些抗发炎 抗肿瘤 这些东西 OK 所以 为什么 这些 刚才我所说的食物 它非常的重要 OK 它 因为它有这些 很强的 抗氧化的一些 功能在里面 所以它可以帮助 这些 提高我们 体能力的一些功能 OK so OK so当然 这些东西 抗氧化剂 这些 刚才我所说的 这些食物 如果 因为生活上的 不边 OK 我们都可以 去市面上买一些 就是浓缩的一些 保健品 有浓缩的一些 维他命C 有浓缩的一些 garlic 有浓缩的一个 姜黄素 green tea 这些都可以 很容易在 pharmacy 可以 找到的 一些保健品 如果没有办法 每一天的 去 买到这些东西来吃的话 都可以吃 这些保健品 比较方便来 增加我们的 一些免疫系统 好的 今天 我跟大家的 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的 非常谢谢 谢谢 Zanson 药剂师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 加强免疫系统 这样的一个资讯 跟分享 是就像老师 之前在这个 讲座里面讲的 其实Zanson老师 过去曾经多次 在我们的 老爸老妈的 平台上面 来跟同学们 分享 那如果说 您曾经错过的话 都欢迎大家 到我们的 不货网站去 搜查 就可以 轻易的 只要输入 Zanson 或者是 药剂师 等等 这样的一个 关键字 大家就可以找到 就是过去 Zanson老师 给我们开讲的 多场的这个讲座 那欢迎同学们 继续跟我们一起来 活到老 学到老 学到老 也活到老 好 我们现在先进入 我们的这个 Zoom讲堂的 交流时光 我们先结束 面子书的直播 欢迎大家明天 继续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明天继续来 做瑜伽 跟按摩这件事情 请不吝点赞